這個日本人上了我們這個問獎 他最重要的這個問題 為什麼對我們民眾是這麼憤怒 重點還是在於連續的說謊 不知道這個所有的問題的根解 還有一個事情 沒有跟社會大眾說明真正的真相 如果沒有真相的話 你不可能真誠的道歉在問題在這裡 然後說一開始說 問獎的這個態度差 然後說手機掉了沒付車費 然後說問獎要息凶 那麼這個證明 是不是都是完全全的 一個說謊的這種情況 不過我們看得到的行車記錄器 因為楊先生所提供的當時現場 觀眾朋友大概比較可以 至少摸索到一部分看到真實的畫面 喂 喂 那個計程車 有人打計程車司機 打受傷了 而且他們現在的大紀元車又有逃跑了 在那個跟一線路 他現在的大紀元車486171T 所以他現在都進 對對對 快一點快一點 因為他把人都打了一個銀河快死掉了 一線路那邊排救護車 一線路跟中交通路 他現在大紀元車逃走了 他現在往中交通路 他現在往中交通路 你看喔 喂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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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有人打計程車把他打得快死掉了 那個在中交通路一線路 那個計程車司機場在零行道上面 但那個人搭計程車逃走了 現在搭48617 現在已經中交通路跟中人路口了 他現在要右轉了 快一點 他可能要往那個華納那邊 這是我們看到這個非常見義勇為的一位駕駛 那麼沿途跟著這個一路追 那麼這就是我們社會上社會大眾看到的 就是它裡面牽涉了好幾個狀況 其實我們稍後再讓觀眾朋友來看這個 整個畫面用這個慢動作 那麼到底是醉了 到目前為止說我醉了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還是說他不是那麼醉 是還在清醒的這種狀態 這每一個情節都是不同的 這社會大眾說 你有沒有給一個真正清楚的一個所謂真相 我回應朱學仁剛剛講的 其實學仁兄他臣名很早了 他也不必靠這個曝光 所以也不是說朱學仁的車馬被的問題 我不是針對朱學仁 而是我想學仁兄剛剛也講的 不是他個人的問題 而是這個制度有問題 如果照媒體的報導 目前這位司機 他指控的動手打人的是這個日本人 那原告做完筆錄 被告也 刀案也做完筆錄 就是韓宋 那同事還有三個人 那三個人是誰與本案無關 動手是誰 日本人 被打的是司機 那兩邊證詞就有 那你現在說硬要傳Makio 如果以我們形式說法 被告不必自證幾罪 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 我也可以拒絕回答 那我為什麼要回答你 你說你可能是動手的 那你檢方你舉證 我給大家看第一天的報紙 因為第一天 蘋果日報是咬死的 這個是中國時報 他說同行友人 神是Makio 因為當天Makio的經紀人 看他們經紀公司是不願意證實的 好 你看聯合報 聯合報寫什麼 傳Makio在場 傳啊 好 這當然是禮拜六的這個日報 那蘋果日報是咬死 就是Makio了 所以我想請問大家 這個我想學人兄 也可以接受我的這個檢驗 如果不是Makio 現在已經是有人到這個北檢了 是到這個北檢的這個現場 是我們稍後可以讓觀眾朋友來看 這到底是誰到這個現場 是鴨子還是誰 鴨子啊 他不叫好朋友嗎 Muchasai 不紅了 真是不認識 這是漂亮的 Makio嗎 鴨子兩天是為什麼呢 一定要等他總統傳不得傳不得出來嗎 為什麼當時要離開現場 要道歉嗎 要道歉嗎 我們先停下來說一下 我們先停下來說好不好 那我們先進去好嗎 那個已經真的已經遲到了 我們等一下出來再給你們說你 門門 右邊 右邊 我開了 我開了 我們先坐一下好嗎 我們已經遲到了 那我先進去 都沒有話要說嗎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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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一個人要講嗎 要道歉嗎 你要道歉 你要保持情況到什麼時候 另外工作人員問你不用道歉嗎 後面 小心後面 誰都不用最近人在自己道歉嗎 什麼時候要道歉 下面有喝酒嗎 柱子 你發生也喝醉了嗎 柱子 柱子 你不要再用身好嗎 大師吹人的出身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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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來來 來來來 來來來 來來小心喔 為什麼這錢都不發言 來來來 來來來 你不發言是應該覺得沒有錯嗎 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 來來來 來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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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到这里就好 这个北检刚刚约到的是鸭子 约谈鸭子道案 那么来做一个 今天晚上这个开庭 先了解就是所有的案情 那么他是现场 跟这个马凯奥在现场的 其他的三位女士 跟这个日籍的打人的 这个人在一起 现在这是刚刚最新的这种状况 那么稍后会不会在这个北检约完以后 会有一些这种说法 我把他讲完了 谢谢 我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 我挑战学恒兄以及一些网友就说 如果这个人不是马凯奥 如果动手打人的不是日本人 就是说台湾人打台湾人 问讲人常常会有什么斗殴什么的 会这么关注吗 我们会这样讨厌 因为斗殴的情形很多 我举个例子当我的结论 过年的一个很小的社会新闻 大家在那边打麻将 好朋友在打麻将 结果赢的人贏贏贏贏 说董哥你怎么放枪 陈锋鑫你打错什么的 赢的人还讲话 结果大家就不欢而散了 就赢的人 跑去外面买了一把水果刀 担他就把其中的朋友给刺死了 就这样 这新闻就这么简单 赢钱的人把输钱的人刺死了 那被刺死那个人 也有没关 也要游戏 谁去帮他主持正义 主持公道 陈锋我的结论很简单 这种案子的SOP 我想观众朋友很清楚 快则三年 慢则五年 搞不好什么结果都没有 等到三年 邱伟你最清楚的 民事打完几年了 可能一块钱都拿不到 日本人搞不好回国了 搞不好脱产什么的 一块钱都拿不到 幸好有这一次的事情 让大家都很激奋 然后他可能会获得 家属可能获得合理的赔偿或补偿 可是这是扭曲的 我必须强调这一点 所以你强调如果他不是一个 这个外国籍的话不会行中 可能不会啦 我觉得这个 霍伟兄来挑战会回应一下 如果各位真的很认真 看这个新闻的话 你会记得 帅者家属最早的时候 曾经提到 有人下车 女性之后踢车 他先踢车轮 然后接着这个 有机龙灰才出来 然后再开始后面 一点串的斗 所以如果要说 我们是不是单纯基于民粹 或是民愤 去要求知道车上的 其他三个人到底是谁 我觉得倒不见得 其他人有没有共犯的嫌疑 包含了 当天到底有没有说谎 你明确的看到那个背包 是不是还出现在画面里面 第二个我要回应 惠伟兄的事情是 并不是一件事情出来之后 你检讨它 你的立场一定是对的 有些事情对 有些事情不对 譬如说我同意 这世界上很多事情 需要正义的关怀 但不代表我们今天 关怀这件事情 我们很激愤 这是错误的 只要有一个发源点 一个让我们觉得同意 可以理解的事情 台湾其实很热情 台湾其实真的很愿意 所以我要讲的是 在这个事件里面 说真的 我同意里面有很多英雄出现 但是那些真正勇敢 应该被当做偶像的人 不是演艺圈的人 是那些半夜 出来开车养三个小孩的人 是那个你老公 被人家打成这样子 你每天还要去医院 不眠不休照护的妻子 甚至是那些 真的愿意站出来 像赖素如律师 他愿意帮他一呼辩呼 我觉得这些人都是英雄 陶哥这个个案 个案讲的过去 不是 陶哥 我讲句话了 个案讲的过去 通案事情不通 我马上回来 所有的这个重点是 一连串的这个说谎 稍后赖素如女士 也会来说明 当事者被打的这个问奖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